任静初早早就起了床 吩咐清琼去大厨房做完雪宴 清琼好半天才从大厨房回来 手里只端了一碗酥酪 奶奶还是吃些酥酪的好 任静初伸手将酥酪推开 我让你去拿雪宴 谁要吃这些东西了 清琼一脸为难 大厨房说没有雪宴了 没有了 任静初不相信地冷笑 哼 我们家中什么时候去过这些东西了 平日里边是果不爱吃 省丫头那也是随便赏的 清琼放下手里的酥酪 压低了声音 眼下我们家不比从前了 为了愁银子 家里一切开销是能省则省 就是这样 银钱还是不够呢 夫人都已经疾病了 奶奶将手里的银子和店铺都给了夫人 就是出去买都没有了花销 就算家里再紧迫 任静初道 我给家里的银子还不够吃一碗雪宴不成 清琼害得变了脸色 左右看看就上前低声道 奶奶的银钱既然已经给了 有些话也不便于再说了 奶奶没了银钱 厨房里的厨娘对她都换了脸色 听她要雪宴就尖声尖气的说 这夫人还没吃上呢 哪里还有姑奶奶的 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 谁还像从前一样的打尸打合 这些分明是几对奶奶的话 任静初将肠儿摔在地上 一个个是什么东西 竟然连主子的话也不听了 不看看现在我正怀着身子呢 孩子如何能吃得苦 不就是雪宴吗 满京城所有的雪宴 我都能买了回来 清琼抿了面嘴唇 任静初负气地站起身 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呢 平日里的饭食也不如从前了 我们家哪至于到如此的地步 清琼就忙上前劝慰 奶奶还是忍一时吧 等等棉花置板齐全 我们家也算过了难关了 我能忍的 孩子怎么办呢 任静初沉下脸 我就不信了 那些下脸一个个的 还能爬到我的头上来 任静初前脚去厨房里闹 后脚就有人将消息 递到摇花房里 穿鞋的人退下去 摇花板起脸就看向香烛 香烛慌猛地跪下来 奶奶不要动气 都是奴婢的错 奴婢趁着青雄和大厨房的 厨娘要学样的功夫 将奶奶的药倒了些 在四股奶奶的药碗里 摇花将药放在桌子上 所以你让我过一会儿再喝药 香烛老老实实地点点头 旧太太虽然安排了 坡子盯着奶奶 可是并没有说 让奶奶立即就将药给喝了 四股奶奶会按时地喝饱她药 这些药喝下去 过半个多时辰 就应该能有结果的 摇花皱起眉头 你是自作聪明 若是四股奶奶有什么不妥 你以为福利不会查出来呢 香烛低声辩解 以四股奶奶的脾气 没吃到血液 一定会去大厨房里闹 万一出了什么事 那也是四股奶奶和厨娘动气 谁会想到药上去呢 竟算被人查出来 奴婢也说是 奴婢接药的时候 不小心端磋了碗 和奶奶没有任何关系 摇花听了这一话 顿时急得咳嗽了几声 你以为这样 就能让我置身室外 香烛眼泪就掉下来 不管怎么样 奶奶不能没了孩子 孩子是奶奶唯一的出路了 这几日旧太太催得紧 什么样的药 都拿来让奶奶是 现在人家这种情形 奶奶也不敢逆着旧太太的意思 朝廷里的消息 这还要旧太太打听呢 万一请来的郎中用错了药 奶奶的孩子没保住 旧太太就再也不会理奶奶了 摇花怒气不争 我肚子里的孩子 是静飞娘娘最后一线希望 李家不会随便乱来的 刚才我已经让人和旧太太说了 让她再寻几个怀着孩子的妇人 我的药先让那些妇人来喝 免得中间出什么错漏呢 旧太太已经答应了 香烛顿时已正 奴婢也是担心奶奶 才想出这样的法子 事到如今 说什么也是无用 摇花让香烛起来 眼镜已经过了半个时辰了 你过去打听打听 看看四姑奶奶怎么样了 香烛抹了抹眼角 奴婢这就过去 摇花拿起婆罗里的针线 不知道任言凤 能不能从大牢里出来 任夫人动用了 人家大部分的银钱来买棉花 也没有将朝廷要求的树木凑齐 现在人家呀 是漏底的船 随时都啃沉 摇花正想着 李大太太带来的婆子就笑着进屋 奶奶是不是该吃药了 那婆子笑容可惧 这药啊 可是清代不得呢 少喝了一顿都是不领用的 奶奶为了肚子里的小少爷 也要坚持吃药才是 摇花勉强露出个笑容 从前她在桃家为了养病 不得不每天地喝药 耳尖架了人家 为了保住地位 又要被人看着 吃下这些苦汤药 她端起一碗药 放在嘴边 闻着汤药苦涩的味道 她就忍不住一阵的恶心 真想将这碗药砸在地上 这么多年的苦 她都已经受够了 她用了那么多的心思 又有什么用 终究是命运多舛 明明已经没了希望 她却一再坚持 是不甘心 落到这样的结果罢了 为自己抗争 并不是她的错 姚华低下头正要喝药 只听见一阵慌乱的脚步声 姚华抬起头来 看到香烛苍白的脸 奶奶 那又喝不得 姚华脸色顿时变得苍白 香烛也是惊魂未定 走到姚华身边低声的道 似乎奶奶肚子疼 夫人正让人去请御医来呢 姚华手一软 要之泼出来 落在她的衣巾上 姚华却顾不得这些 怎么回事 香烛道 听说是夫人训斥了 四姑奶奶几句 四姑奶奶突然就难受起来了 任静初是被训斥地动了胎气 还是因为那碗药 姚华道 给我换件衣服 我们一起过去瞧瞧 任夫人听着任静初 哭喊的声音 心已经乱成一团 秦妈妈进内室看过任静初 回来道 夫人 是不是该让人去薛家说一声呢 四姑奶奶这种情形 我们也不好不提 万一出了问题 薛家一定会找上门来 任夫人又是担忧 又是生气 我说她有错吗 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 她不知道关切 真是要吃要喝的 她拿孩子来要挟我 这是谁家出嫁的女儿 怀着身孕回头娘家养胎的 若是她有好强的心思 倒不如回去薛家呢 秦妈妈就忙道 夫人消消气吧 四姑奶奶也是一时的委屈 任夫人道 她觉得拿出这银子 就有多了不起了 要是真的算起来 我给她花了多少银子呢 她出嫁的时候 薛家又给了多少的聘定 她将银钱贴不给婆家 开酒楼都不心疼 现在用来救她的哥哥 她就整日地挂在嘴边上 好像我要贪图她的银钱似的 等到严峰出了大牢 我便让严峰将那些店铺赎回来 都还给她 秦妈妈听的这话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家里是真的拿不出银钱了 否则夫人也不会这样的着急 任夫人握起拳头 垂向胸口 我是做了孽 养了他们兄妹两个 任夫人花音刚落 门上的婆子就传话进来 薛老夫人身边的李妈妈 来看四姑奶奶了 任夫人顿时就止住眼泪 薛家人什么时候来不好 怎么偏选了今天 薛老夫人让人来看景初 她也不好将人拦在门外 任夫人看向秦妈妈 秦妈妈就忙到 我过去说一声 就说四姑奶奶走路 不小心扭到了 李妈妈让丫鬟拿着补药 点心和十顶水果进了门 见到眼睛红动的人夫人 她吓了一跳 清家夫人 三奶奶怎么样了 要不要紧 任夫人眼泪又掉下来 我是小心翼翼地伺候着 这要是出了事 我怎么向亲家交代呀 李妈妈忙到 您千万别这样说 李妈妈让丫鬟放下东西 询问任夫人的意思 奴婢能不能进去瞧瞧 妈妈不是外人 去看看情形 回去也好和亲家老夫人说 李妈妈随着秦妈妈 一起进的那时 任静初缩在床上 哭成泪人 我肚子疼 李妈妈见任静初 翻来覆去的模样 就忙上前 三奶奶 三奶奶要静养着才好 不一会儿 下人带着御医进来看卖 李妈妈这才和任夫人 一起到外面说话 任夫人喝口茶 就叹气 唉 这可怎么办 这家里本就乱成一团 静初又 李妈妈在老夫人身边久了 什么暗语没听过 何况任夫人话说得露骨 李妈妈心中稍作思量 便开口道 老夫人早说了 让三奶奶回薛家养着呢 只是不知道 三奶奶现在的身子 能不能颠簸呢 任夫人目光闪烁 说的是呢 静初毕竟怀着明矮的骨鞋 我也怕有差池 这话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 任夫人是想让薛家来接人 天色渐黑了 李妈妈才回到吴木侯府 荣华正和薛老夫人在房里说话 李妈妈将小丫鬟潜下去 然后将人家的事说了 御医说要吃保胎药好好养着 薛老夫人皱起眉头 怎么就动了胎气 李妈妈恭声道 奴婢瞧着呀 三奶奶和亲家夫人 似是起了争执 母女两个面色不自然 只要稍稍留意 就能看得出来 亲家夫人的意思 是让我们家将三奶奶给接回来 荣华看向老夫人 任家老夫人没了 任静初手里的店铺 也被任夫人拿去换了银钱 现在任静初是一无所有 老夫人冷笑 人力用完了就一脚踹开 他能不顾这女儿 就是料定我们家不能不顾名爱的骨肉 任夫人的算盘打得惊喜 任静初从小在任老夫人的身边长大 和任夫人的母女感情能有多深呢 将亲生的女儿留在金华府 常宁伯夫妻图的就是银钱 现在任夫人不过是收回她多年的投入而已 老夫人道 怪不得会有传言 说我们家的媳妇赖在娘家呢 人家是逼着我们将人接回来呢 说完话就看向李妈妈 御医怎么说的 三奶奶现在能不能挪动 李妈妈道 御医说 这养两日看看情形呢 索性我们两家住得也不远 不是要将人接回五目侯府 老夫人神色阴沉 二房已经买了新宅子 等到搬了家 直接将三奶奶接过去 要不是她怀着明矮的孩子 我是绝不会让她再进我们薛家大门的 现在出了这么多事 她心里也该有个计较了 若是还迷之一窍 那也是无药可救了 人静出现在一无所有 又被娘家推了出来 她也该清楚 肚子里的孩子是她唯一的出路 李妈妈道 奴婢挑选几个得力的去伺候三奶奶 三奶奶不明白的地方 身边要有人提点 荣华回到自己房里 苏长久家的早就等在一旁 等着荣华换了衣服 苏长久家的才上前道 李大太太请了个郎中 给人大奶奶看外呢 荣华知道这件事 李家好不容易地从边疆请了个圣手回来 正谋划着进宫给小皇子看病呢 李大太太将这位圣手带去人家 就是要在荣华的身上试试手艺 苏长久家的道 刚才李家传出消息说 那郎中是个骗子 开了药方将人喝出了事 李家请的郎中给谁开了药方 荣华摸着手腕上的珊瑚宝石手串 却打听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郎中给荣华整过脉 荣华那边还没传来消息 李家人怎么就敢说那郎中是个骗子呢 要知道这个郎中是李家费尽千辛万苦 才接近惊的 苏长久家地退下去 荣华靠在暖炕上 看着锦绣替春瑶打柳子 这几日衙门四处地抓人至罪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安生下来 荣华微微一笑就看向锦绣 让春瑶别在屋里躲着了 锦绣笑着却将春瑶领了过来 主仆两个一见面 荣华就说起春瑶的喜事 倒让春瑶红了眼睛 我想伺候着少夫人生了小少爷再出去 荣华眼睛也是一酸 又不是嫁出去就不回来了 龙正平在京里买了宅子 以后还是要在京中常住的 你是嫁过去要做主子的人了 怎么也该欢天喜地的才是 春瑶微微展开笑容 眼泪还是掉在手背上 荣华道 也将木槿几个叫进来吧 我们一起说说话 锦绣应声要出去 春瑶就先站起身 还是我去叫吧 说着匆匆出了门 春瑶走到廊下 用手帕擦擦眼睛 院子里的红霉开得正盛 院落里就新修了青石堆的小镜 东边围了甲山石 底下种满了藤蔓花草 等到夏天花草爬上山时 还不知道是什么模样呢 第一次见到少夫人时 她还满腹牢骚 只因被派给外事所生的 庶女做大丫鬟 不如在大太太的房里风光 没想到伺候少夫人 是她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否则以她 怎么能嫁去龙家 做主子太太 从前想着嫁人 不知是什么情景呢 现在真正要离府了 回想从前和少夫人 一起经历的种种 满心里只剩下不舍 虽说以后还可以回来 看少夫人 却已经是个外人了 少夫人身边的事 她也不能再知晓 薛家和少夫人将来 还不知道会有多少的变化 她所熟悉的人 一下子都不在了身边 有的就都是从前的回想 薛家二房三房四房搬走之后 荣华操持了春瑶的魂事 第一次家身边的大丫鬟 荣华特意操持得仔细些 龙正平向荣华磕了头 然后接走了春瑶 眼看着春瑶被喜娘搀扶着离开 荣华心里突然空荡荡的 木槿晚上掉了眼泪 以后我说什么也不嫁出去了 就在少夫人的身边 老了就做管事妈妈住在府里 锦绣哭笑不得地看了木槿一眼 就这样的心之口快 还要做管事妈妈 木槿鼓起嘴 少夫人没有我哪里行呢 我虽然没有春瑶锦绣的针线和厨艺 总能哄得少夫人高兴 荣华弯起嘴唇 那倒是锦绣稳重 红于细致 冯丽昌家的善于变通 敢在他身边说实话的 只有木槿 他故意地板起脸 没成亲的 不能做管事妈妈 木槿顿时就正冷住 脸上的笑容 也跑了个干干净净 咱们府里还有这个规矩呀 说完话 看到荣华忍不住的笑容 木槿才知 荣华是故意逗他呢 顿时红着脸 跺了跺脚就跑了出去 锦绣也言嘴 哼 瞧瞧 这还没做管事妈妈呢 就这么大的脾气 词